五區公投 全民制憲 香港人 用我們自己的意志 編寫我們自己的憲法 將全民制憲這個理念 付諸實行 香港的本土 民主 反共 這個運動 已經是勢不可黨 最後的勝利 必然是屬於我們香港人 普羅政治 民生起義 myradio.hk 擁抱大香港主義 香港地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好 今天終於來到第四節 驚激滿途 驚激滿途的訪問 如果有TENLIVE的朋友都知道 我們就切了訪問 從重溫出發 因為機件故障問題 廢話就不交代太多了 我們先來 其實今天這一節會做訪問 還有 有點亂 因為現在是LIVE 不是LIVE 現在是錄影 我想要顧及看重溫的朋友 如果第三節和第四節一直看下去 你看到少了兩個人 就是泰博和基 他們公務繁忙 就是要關於五區公投全民制憲的運動 他們需要去衍生 做他們要做的事 所以這個訪問就由我湯母和淡仔 還有雙傑推咪 繼續 今天的訪問主要是關於香港的樹木 其實大家都知道 香港的樹木在我們節目中 講過不少次數 有很多突然間的樹 砍了 砍了一些樹 有些人覺得很危險 有些人覺得是樹 但有時亂斬樹之後 有很多人覺得很軟息 甚至乎走去做一些儀式 悼念一下 估不論怎樣 其實很明顯看到 香港人很關心 我們香港的樹木 但問題是很多 就是政府種樹的問題 是否亂種呢 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本身對樹木的維護 保養 如何種植他 有沒有尊重他 因為亂斬了他 那就算了吧 所以有時候 我們發現 其實政府很多部門 都未必處理得適當 在這個問題上 我們不是專家 我們必須認識 當然要找專家訪問一下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請到 中大名譽高級研究員 是趙教授的 趙教授 你好 趙教授 你好 趙教授 早晨 非常抱歉 我要再一次 趙教授說一聲 對不起 因為趙教授 阻礙了很多時間 由第三節 到第四節 到要錄影 去做法 Anyway 多謝趙教授 接受我們訪問 好了 我想首先問一下趙教授 其實香港的樹木 其實也有個 怎麼說呢 就是說 我們在佳琦 看到很多很多的樹木 在馬路邊也看到 可能在屋村附近 好小的小的小的公園 你們都會看到 好像很多樹 但是其實 又要聽到很多不同的新聞 就說 斬樹 亂斬樹 突然斬樹的問題 其實 香港本身的樹木 那個數量就很多 但是呢 每年的斬的數量 也很厲害 趙教授 在這方面 可不可以跟我們講解一下 第一件事 因為大眾市民見到 有些植物 例如高到一米兩米高 就要是它叫棵樹的 是 但是香港呢 我們有法例規定的 而通常呢 譬如三米以下的那些 我們其實呢 就不叫它做一些樹 就是看它的植徑大小 它要過到某一個尺寸 我們才知道 還有要夠光 我們才叫一棵 法例上 認爲它是一棵樹 就是出木犯這個 這樣 所以 我們其實見很多 看一些很矮的東西 就是一些牌的那些 都會不會倒的 明白 但是樹那些 有個樹幹它很粗 90個CN直徑 它可以繼續延伸再 長得很高很高 那些 我們比較上司叫樹 是明白 大眾市民上面 我們政府其實做了一些農化 但是如果你看一些 可能會生長很高 越來越高 那些樹 超過三百多以上 那些 其實這個種樹的數量 其實過往的六年裡 我們是向下跌緊的 哦 但是我們每年都有 就著為了公眾的安全 政府是有將一些高危的樹 是移除而走 哦 是 兩個相閒之下 其實我們香港市區的樹 未跌多了 反而應該是少了 哦 其實那個數量是反而下降的 是的 是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 好像古樹名木 柵裡面那些樹 原本一開始成立的時候 有五百多棵 嗯 去到現在最新的數字 說的是491棵 哦 491棵 是的 它中間還有一些時間 它是加了一些新的樹 用來做一個入了這個柵 所以中間九棵裡面 如果我們計算 在樹木辦成立之前 大概每一年 我們有三點八棵 即是四棵的古樹被移植 但是成立樹木辦之後 每一年都有十三棵 哦 所以相對那個差距 不是應該有個專業部門搞的時候 我們更加能夠保育到樹 令到它更加好地存在 因為古樹很特別的 配著我們成長 除了有些國長法術 有些是很特別的 它那個位置跟我們的人民感情有關的樹 又或者它的樹形在樹種裡面 它竟然穿得這麼宏偉 這麼大棵 這麼高 所以我們將它進入古樹名目 即是名目的意思就是 漂亮的特別的 它很好的樹 你有沒有想過是 穿到超過六層樓那麼高 六層樓的樹 我香港我真的沒有怎麼見過 所以這些這麼漂亮的樹 就進入古樹名目測裡面 因為它這麼特別 能夠長得這麼高 還在我們香港都市環境 這麼密集之下 然後多樹它又能夠 將污染物去走 又能夠給生育 生育空氣我們 又給綠色我們一個公共空間 所以其實它的存在很重要 那剛剛聽一下趙教授 你那個說出來的數字就是 看似本身古樹名目測裡面的樹 數量就五百多棵 然後變成現在最新的數字 是491棵 看似其實不是說斬了很多 但是其實看來是 因為它每年都可能加回 一些所謂新的古樹 的入了去 這個入名目測裡面 那就變得 就好像那個數量就維持著 大概是一個四百幾五百的數量 但實在其實每年那個 斬的那個數量是不少的 是一直到的 是的 所以我們就很奇怪 因為樹木辦的成立 理論上 是當時是針對香港 希望有一個統一管理樹木的政策 應該是越做得越好的 而那班的公務員 或者那些有技術的人士 政府是每一年給資源 去派它去深掃的 去學習的 那你隨著連那個經驗的時候 就越來越做得好 為什麼會斬樹斬得這麼重要呢 還要是很特別地去年的時候 2012年它說 不是市區的樹 不是斬布樹 市區的樹 如果一旦患了某一個疾病 就要在四個星期內移除 那你要很驚嚇 全世界管理樹木的人 沒有一個人說 因為某一個樹的病 而會將大量撼伏那種病樹 接著就可以將那個病 在那個地方拿走 就算我們回香港講 琴流感這個例子 我們1997年的時候 針對琴流感 將全香港的雞殺下去 所以我們沒有本土雞 然後再接著就養了其他雞 但事實上我們每一年 我們聽到都有琴流感的 都有風險的 我們都有一些地方說 這裡不要給壓 那裡不給壓 然後都不知道香港那麼長 又停了21天 大家又沒有雞吃了 所以大家會知道 用這種滅絕那種殺雪的方法 不是用來解決一個疾病的問題 但我們的政府很特別 用這個方法 如果你問他有什麼證明 哪個國家哪個位置 能夠用這個殺雪的方法 可以將一個疾病去走 其實他有這麼多例子 還有更加重要 他心臨現在講的這個病 這個叫核心病 在這個核心病來講 無論我們的方言 或者台灣的方言 很多的位置已經能夠知道 就是由他那個基本的心患 已經知道 就是你能夠在初期或中期下藥的話 其實可以控制甚至一條消滅 這個疾病 開到末期就對不起 癌症去到末期 即是那些這樣的癌細胞 全身都是 你都不知道下什麼藥 結果就要很狠地 就做了一件事 我們叫做 將它撤除某些大腫瘤那些 被真品吃到那些 根本就不再是食物的 有生命的組織 全部都煤爛了是真品的組織 還有一層樹枝包著 我們就用一些大量的魚鎚洗 譬如我們講九龍公園那棵 樹朗之王那棵 就看到足球柴後面那棵 那棵是當年用了一個方法 將它所有樹根減掉 你想想 今時今日 如果你去看這棵樹 這棵樹不止超過六層口高 它的面積薄橫 其實我們普通後面就是同軍會 差不多整個同軍會的建築物 裡面的三分之一的闊度 但是高過六層樓高 去到現在有枝有熱 但是當年它患病的時候 你簡直看到 那條柴都想救啊 這樣就講它 那你說我們能夠 香港人自己本身的驕傲 就是我們在沒有人教之下 我們做到這個技術 教它一棵樹 所以如果你再講那個病 我們就說 你政府給不給錢去救樹 你政府會不會做你的行為上 可以很早知道那棵樹患病 然後你去下藥救它 趙教授其實有一個在香港的實例 就是剛才你說的樹王 它就是患了這個血筋病 而是救得回的 這個不是一個法例 是當時 因為這棵樹是被香港市民選出來 叫做樹王之王 是 King of trees 因為它是樹王之王 就是古樹名牧裡 每個人選這棵樹 最好的時候叫做王 樹王之王 它患病的時候 因為是市民選的 當時的特首是覺得 市民選一棵樹可能不好 你讓它死吧 救它 這樣下去 下去下去 再看其實政府發展局 有出一個樹的保育指引 講到明古樹裡面 是要優先去保育 斬任何一棵 要每一棵去解釋 為什麼這個去到要去斬它 盡可能都是要保育 留回去 因為它那個很特別的 又是古樹 又是日出名的樹 跟香港市民是有感情的樹 而我們新聞學家就會知道 它那個分派的價值 它的環境保護那個價值 而在現實香港這麼密集的環境裡 它一棵樹已經有一個空間 讓我們看到那裡 讓我們可以覺得 這個空間沒有那麼大的壓迫感 嗯嗯嗯 那其實整個情況就是 可以 我剛才聽到的一個情況是 在古樹明目冊裡面的樹 它有一個政策 或者有一個做法 就是要求 如果有這個 所謂感染了核根病的樹 就算你在古樹明目冊裡面 它都要求四星期裡面移除 其實現在是否一個實質 是否一個這樣的狀況 四星期是說一些年輕的樹 是 古樹 古樹明冊裡面 原本應該就是六個月 要巡查這棵樹 是 變成三個月要去巡查 哦 但是它裡面 並沒有強調一些我們叫 舒緩的措書 包括就是說 因為就治於這些病 其實它那個針盤是咬這棵樹的樹根 和樹的底部 結果很容易出現 就是下面梅欄上面 嘩 昨晚樹本又寬闖 那它只是頭重尾香 那棵樹就不斷 它是沒有很強調 需要做一些鞏固的工程 令到支撐這棵樹 它不要引起公眾健康的憂慮 還有那個倒嵌的風險 雙物的雙人的憂慮 所以第一件事其實要強調 你要看這個樹木的穩定性 是要先做支撐 然後第二樣 你知道黨有沒有救它 已經不應該去救它 但是因為它完全沒有救樹的方法 它完全不提的 是不提 沒有 它只是叫你看 那你先看 我看著一件事 我又不落油去救它 那你就是說 你不是經常都把那件事 擺到心口就很害怕 我經常走過 見到棵樹 它什麼時候倒塌 它倒塌之前 嘩 會殺人是什麼 哪個政府部門都覺得 說什麼 意思是 那個金屬你真的想斬它 意思是說 那三個月 所謂那個觀察 就是純粹觀察它 看著它死 就是沒有實質行動的 因為你不強調 你要做一些 我們叫緩解措施 加鞏固 令它不要危及人物 嗯 所以我就說 它的字眼上面寫得 不清晰 你很容易拿那個 這麼簡單 不愁給前線的員工看 給一個承犯商看 嗯 它就會不明白你說什麼 它又不知道你的意思上什麼 所以就各自演繹 是 所以我們說指引呢 它現在我們沒有 沒有旋律法 是沒有法例的 是 所以我們只能夠說 政府不跟指引辦事 嗯 而政府的指引寫得 不清晰 嗯 因為沒有法例 是保障 嗯 無論是對棵樹也好 或者對人也好 所以我們現在說 你這樣是一個漏洞 這個漏洞 我不知道你的心意是否想發絕 嗯 但是如果我跟回你 其中一些的指引 由20401的指引 去到2012年的指引 你是這樣寫的時候 我就說 我作為一個學者的演繹 也叫英文 因為它沒有中環版本 嗯 那我就說 你仍然都是2040年 到2012年 你應該擺保障古樹核 第一 第二件事 你應該鞏固它的穩定性 令到它不要大意害到市民 那它是你沒有寫 沒有強調 那你應該寫回 嗯 第三件事 就是它作為一個病 你不要告訴我 它是醫不到 因為事實上 這麼多年的經驗 世界各地所有的經驗 走回來 澳洲都有人做過 是 就是醫得到的 應該是 在初期和中期 其實是可以控制到病情 嗯 去到我們人界有些癌症 就有時候我們都說 哪把藥都可以幫到 這些目的癌症的病人 嗯 那就是說 暑鹼共生 這件事 在人界都有 在樹間其實都有 嗯 嗯 我們是在說 你是在說 那個資源上的問題 嗯 那一件事就是政府不開放 它所有資訊都不開放 嗯 嗯 那是一嚴堂地告訴你 這波樹去到 是不行的 救護班的了 嗯 那這樣會危害的了 我們工作安全 就等於搶坡水 這個就是平州 是 是 去到有其他專業的人去看 我們意見不一樣 嗯 嗯 那又要和政府 開一些 拉拉其其的關係 但是最想到 真的有沒有擺上 開上一個會議 嗯 可以各方面很平衡地 坐在那裡開過這個會 嗯 嗯 就算平州那波波樹我都見不到 是 就是一直都不會有這些 就是大家 專家或者想保護這些股樹的 的市民 和政府 和政府相關的部門 有一些 就算叫做 大家交流意見 正正式式的對話 都都沒有這些 正式的場所或者會議的 是啊 所以我們說 你現在變成是傳媒 是 很多其他人 都透過傳媒 說一些的意見 是 政府究竟聽不聽 或者是被重就聽 不去 不去做馬屁的事 因為是突然間 馬屁你不知道的時候 突然走他去斬了一棵樹 是 我們現在都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不公開 不透明 甚至那些驗樹報告 如果你可以看得回 某一些樹 死的時候 最初就是找得到 政府所謂的驗樹報告 嗯 你很可能從Ginev的角度說 水準很差劣 是 是 這些情況 除非它能夠一個公開 擺出來 大家就討論 如果那些東西 全部都封閉 或者你問他拿 他就說 基於某些原因 那些人不能給你 嗯 是在法例上 我們又沒有辦法 要求他給你 是 你要求還要求 但是他可以自然接受 明白明白 因為這是政府的原因 所以我們說現在 在那個 領域的本理上 很多東西我們是 不是眾市民 或者甚至不說 一些專家務 拿得到 你只聽到政府放風 說一些的東西 但是那些東西 是不是事實呢 當我們說 確實是這個問題的時候 對不起 我們實在 因為做學者 我們經常做科研 我們自己頭親 在裡面 我們可以讀書 讀得到的時候 我們就會很奇怪地 為什麼你會這樣說呢 所以我們就說 政府做事 你一說六本 你第一件事 不該公正 給法國 正確消息 第二件事 你面對的事實 你做了幾年的方法 都是不能夠控制病情的時候 你應該先檢討 你那個方法是否有效 是 第三件事 當然應該要出來討論 因為所有東西 不是政府 你身為一個夾蠻裡面 雪橫生活在社區裡面 是人民的公共財產 沒錯 那我想問一下 剛才有個說法 就是 本身 其實為什麼 你也有提到 那些核根病 第一 如果是初期到中期 其實是可以救得回 但是政府 完全沒有這種傾向 他們就想著斬著就算了 是不是 他現在落腳趾 已經是要斬的 是的 不是傾不傾向 已經在做這件事 明白 另外一點就是 就是說 為什麼其實 這麼多核根病 是不是他們本身 這些護理 他們做得很差呢 你應該要說 核根病 一開始在香港出現 因為我們原本 我們的祖先 擁有這個病 如果你看回 發展歷史上 原本原來才是台灣 後來日本人 2015年做了一份文件出來 他說他們採了一個 在日本找到這個 這個核根的真品 已經是1910年了 如果你一這樣看 從文件上 可能根本是日本才有 然後跟著傳到台灣 台灣跟著因為我們香港 是一個國際政治 每個人出生入入的時候 那就帶了這個真品 來香港 但是下了香港之後 找到它一些很適合 生長的樹種 例如我們本土的實驗蓉 漿樹這些 這些是它可以採在上面 跟著 因為特別是古樹裡面 一些樹 或者一些護理得不好的樹 它都有傷口 我們做了一些實驗 用一些樹苗 是很健康的 跟著我們落那個真品 我們那個樹苗 是完全不受感染的 但是我們是把樹苗 把那個樹苗 割傷口到裡面 就是落那個真品 不過我都還燒 哦 你說的樹如果護理得不好 它有傷口 這個就是一個全部的途徑 因為如果你搞它天然的方法 靠它要有紫實體 反食然後才出個包紙 或者是在泥土裡面 它走下去 生意生氣接觸 走下去接觸另一棵樹 我們現在找到有很多棵樹 是它的花草 根本旁邊是石子地 找不到旁邊有另一棵樹 跟它的根部有接觸 旁邊又找不到它同一棵樹種 因為旁邊有一棵樹 它有病 你這樣靠著天然的方法傳播 它一定是人為傳播 所以我們說政府為何來看完實的問題 你講一些說話出來 講甚麼的時候 你想清楚 如果你說九龍風險 那棵樹王之王 它要走去柏黎大路 那一棵包紙已經飛過 超過了天然的法理 那一棵包紙可以隨風 才知道那麼遠 那條尼敦道的車路 是將那些包紙 由尖沙咀吹向左東 不會走回到天然去華麗大道那邊 那棵樹 那你根本就沒有可能做得到的事 然後你說所有全鄉等到柏根石 柏根石的來源 就因為在這裏是大菌 所以根本來不及 其實是他們保養得不好 好 它中間的過程 老樹有病 樹有病 如果你能夠及早發覺 立即去治理它 都不好些 因為柏根石 不是我們本土 原本我們早前傳下來的病 實際上很新 譬如說 在現在我們追到 有關的相關政府的一些人事 口頭的講述 我們追一下追一下 在香港 應該在香港存在 大概三十年左右 這個情況就是我們八幾年 八十年代後期 原來我才認識那個 原來叫柏根石 在這樣的情況下 很早期的治理一定不是那麼好 但是問題是 去到現在 就算看了政府所寫的指引 我都說你寫得那麼含蓄 沒有人懂得看各自演繹的時候 一定做得不好 包括是移除一波有病的事 那個守則上做的事 你都不懂得寫得好 很實在在 你要戴手套 你要加帆布去蓋 你要落銷毒粉 什麼東西都不想這麼清晰 這麼到位 你就不可以要求承犯 懂得做 你要保持乾乾淨淨 你保持乾乾淨淨 保護紙去污染 那你就各自演繹 那些人不得不准 你以為他做這些工程 又不是貴家 他找一些錢錢是工人 是 基本每個小時 規定了那個廚師是多少去做事 他沒有特別訓練 是的 政府沒有給一個義務的過程 給他不用收招 給他聽 我教你 是沒有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其實沒有改善處理一堆樹 雖然你政府所謂的指引 等於我現在在罵 見發展局你的樹木辦 你自己本身發展出了指引 而去保育古樹 你的行程度是要保育 留股樹 所以你真是完全減少 沒有其他其他方向 你才會移除去 但你現在是報算頭走完 你自己都不跟指引 你怎樣要求承辦 想要求其他政府部門 跟指引 是 趙教授 關於承辦商 我想多問 其實我有看過一些報道 就是 他們 譬如 他們就會找一些承辦商 去看 究竟那個樹 是否有倒塌風險 但是那些報告 就是所謂 看了那個樹的報告 是十分簡陋的 就不是很完善地看 查清楚那棵樹 跟著可能很草率地 就決定了 就會斬了那棵樹 事實上 是不是有很多這樣的情況 的呢 事實上 如果你不喜歡那棵樹 你覺得那棵樹 你會阻止你門口 你就打個投訴電話 哦 因為如果你看看那個樹木風險評判 它是很特別的 有人做一個投訴 它不是一個古樹 但是就不用跟上去 就去黑色的框裡面 黑色的框裡面 但它竟然不是說 檢測一下那個投訴 是否成立 是 如果你是這樣 你就給前線部門 一個很重要 哦 原來那個投訴 是因為大家不認識那個樹 見到樹洞 就要人家滑 見到高雪 就要人家滑 就會覺得 唉呦 不知道會不會有邪惡 其實做投訴那個市民 是不一定規定 他有知名知識 是啊當然 可能是因為他懷疑 就可以了 所以你的前線部門 應該做的事 是否應該去檢查 這個投訴成不成 不成立的時候 就應該跟那個市民聊天 令他覺得很荒蕩 但不是的 原來你看到下去 他滑了下去 那個前線部門做的事 其實就是所謂叫緩解 那樣東西 那你又要填三分子 要檢查多數 是不是去到表一那裏 講他 是匯報去發展局 是 你不是應該去市民那裏講解一下 你不是教育市民 教育市民 是樹木辦的其中一樣功能來的 完全不需要在獨法裏做 第二件事 你這件事就是這樣說 我是所謂的報告 但是 你其實再下去 第二件事 你一樣去做的時候 如果你對他表議那一刻 他就問你 你為甚麼 不做好你的份工 你下去表議的時候 那你跟著 是不是要想著移除荒蕩 那一刻 如果你就是前線一個部門 有一個人 不知道為甚麼 經常拿電話過來 你又不需要向他 解釋為甚麼 這荒蕩不需要 保留在那裏 什麼時候 你不令到大家的知識水平提升 他拖了四五次電話之後 你跟著就到樹木辦的 壓迫你的前線部門 你做甚麼不做事 你做甚麼 你做甚麼 結果呢 其實你令到前線的部門 最簡單解釋的方法 減少煩惱 拆了去 因為你的巡查科書 你就已經不是一連巡查一次 你又要密一點去看科書 你是令到前線部門 是沒有人工加 沒有資源加之後 做很多事 還要對應自民的頭髮 還要對應你另一個部門 日日監察自他 問他拿東西去發他 所以我就說 如果我們黨香港的樹木管理 就要想清楚 怎樣令到前線部門 發揮他的功能 但他又不覺得 你另外加好大量的活路 我們叫做工作量 是 第二件事 他如果做得好 你讚他 你現在看他 他告訴我 樹木百姓都讚他 我們教書 我們教書 他們說想佛要分明 然後做得好那棵樹 沒有人去讚他 做得所謂被人投訴 就是被人捉住 還要打罪 對市民為數 還要馬國局 插著你 那我想佛是否叫分明 那現在如果你想佛不分明 你還是整體整個造樹 管理的氣氛 是很差 很差的時候 最簡單的方法 又沒有資源加來 別聯繫的時候 最好站住 那本消毒科書 那其實就是一年 或者這樣 我們一路以來 是很多樹木是枉死的 枉不枉死 我想枉死的時候 很多傳媒都很多方法 很多東西都會有說出來 哪間街均那棵樹 我覺得龍下 那麼OK 在那裡要斬 除了有些是政府 要發展某個地方 又說要斬 但是有一些的樹 就是你講 因為它不公開 那個樹木的結束報告 那你根本 就除非是很特別 因為有夠大連幾天 真是當地的有些人物 想保育它 那你才會講起 大家一起幫忙去看看 發生什麼事 那透過輿論的壓力 在這個社會大眾的壓力 迫政府出來面對 它現實的時候 然後才去做事 但是我就說 就算我以停車扶稅 我都不知道 它又開會 拿到說 叫幾個幾方專家 一起坐在那裡 討論一下 檢討一下 大家想一下 會不會改善 我們本氣樹木的情況 由平坡樹那裡 開始一系去改善 改善 優化香港樹木管理 那時候沒有事 但是完全沒有這些 沒有這些 我聽不到這件事 但是我聽不到 所以我沒有說 那些情況之下 現在全部都很單方面 但是單方面 為什麼我們沒有對話空間呢 我們人樹共融那樣東西 現在是政府想想拖樹在那裡 那個施叫在那裡 政府不想拖樹在那裡 其實怎麼共融呢 市民沒有選擇 那我就說這件事 是不是原本樹木的管理呢 那我們追回 其實古樹明拆的樹木保育 是推回2004年 當時是 沒有樹木辦之前的 如果我們看回那一份指引的時候 是很多方面 周圍周圍周圍 周圍周圍 我們都是說 保育科樹下第一次 但是如果我們去到其他的指引 其實已經改善了 那個內容 嗯 現在他們看到實質的情況 就是他們很多時候 政府相關的部門就是 因為各種的原因 他們就 他們就 用這個斬樹的 就當解決問題 就變成一個這樣的情況 那麼教授我想問一下 其實 其實今天討論了很多 教授講了很多 給我們聽聽 關於香港樹木的情況 一就是 沒有這個法例的管理 二就是所有指引不具體 寫得很含糊 令到前線人員 完全不能去搞 三就是再來 就是很多部門 有不同的部門牽涉 樹木辦也沒有 一個很好的統籌能力 令到很多前線人員也好 互相推波 最終他們最簡便的方式 就是斬樹去做處理 令到香港很多樹木都 都可能有一個枉死了的情況 那也都很被動 好像趙教授 他們 他們有時候會去參與 保護某一些樹木的行動 或者事情 他們會 結局 就是 政府不會有一個適當的渠道 去對話 去增長他們本身 缺乏的 對樹木的知識 因為他們才有真正的權力 去管理 對不對 我們所有民間 就算趙教授也好 他有很多知識 但是 政府不跟他們溝通 令到他們做了很多錯誤的決策 根本就不對 整套東西 我想問趙教授 其實現在 你的所看法 政府 可不可以說 有一些最 最急切 應該要怎樣去做 令到我們 那些 譬如 起碼是古樹 現在都只有幾百棵 對我們香港這麽重要的古樹 那他們可以 有什麽方法可以令到 能夠救到他們呢 因為現在正在斬緊 那是在斬緊 但如果要看回 當下 我們四月一搞紀錶 星期二 有某些的報章 政府的回覆是說 前線部門 前線部門 是說 我們避出斬樹計劃 是 斬樹計劃 是的 他就避出了 移久棵樹的計劃 雖然他知道 那棵樹已經患病了 諸如此類 因為你也知道 袁啟港有一些叫古樹 他有核心病 接著準備移水 一個其實是 樹木辦裡面的專家小組 裡面那個會議的情況 所以其實 在我們講的那個 《紀錶法》 《新聞稿》裡面 其中一樣 我們是要求 希望政府 將那個會議的紀錄 拿出來講 賣出來給公眾看的 因為審計處 另一個是分訴書 分訴書那個推薦 就是要求發展局 將所有專家小組 開會的會議紀錄公開 是 給市民看到 嗯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會知道 哪些專家 真是專家在講的 是的 這個就重要 這個意見是從上而比下來 嗯 明白 要專家小組去討論的一樣的事情 嗯 然後 究竟這個決定 只是樹木辦的問題 因為專家小組的問題 因為更高層次壓下來 要做的問題 嗯 然後我們就說 因為它能夠公開了的時候 然後我們的處理 就說回話 真是用回指引話 因為 當一個指引 自己本身 政府部門的指引出了 而政府部門 都不跟指引的時候 那我相信現在香港 現在唯一的渠道 又是去申訴書 再講 因為它不是白例 如果是白例 就可以去發展告 是的 但它不是白例 還未到 不到的時候 那就唯有去申訴書 又去投訴 嗯 所以我覺得如果政府 我們的香港政府 想清楚 你的資源是足夠的 嗯 其實你一個 某一個部門裏面 一兩個人工 講一年的錢 拿出來計算一下 你已經足夠照顧到 全香港這麼多的古書 名冊裏面的書 是明白 你是將資源怎樣 有效地去使用 又不用市民去投訴 又讓市民覺得 住得安樂的時候 去讚你的政府造成 不定 嗯 所以我覺得 其實我們現在用在社會言論的壓力 嗯 告訴政府 你不可以做好你的份工 嗯 明白 所以我們其實 一件事就是 它一定要公開買資料 它不公開買資料 我們扣不知哪個人 乘客放風 你又不知放風是真是假 好 這是一個問題 我都踢不到 找不到那個樣子 是 我想問趙教授 你現在是不是已經 其實已經發了信 被政府 去要求他們公開這個資料 我們有新聞稿 發出來了 有發出來了 暫時沒有回應 是嗎 沒有 但是我們很肯定 如果要到位 我們有 將新聞稿送給每一個人的機構 好 好 我們密切跟進趙教授 你們這個要求 我覺得 就是要推動這些事 你不要等它 你說香港政府怎麼會沒有錢 那些錢多到 都不懂得說 其實 一就是有效資源的使用 還有他們其實 他們不懂的 很多事情都 又不向專家請教 應該學校我們 向專家請教一下 今天時間 多謝趙教授 去接受我們訪問 撥出寶貴的時間 再一次抱歉 趙教授 我們會做回跟進 關於那個 政府會不會公開資料的情況 還有 接下來有什麼 樹木的情況 我們希望可以再接受 趙教授可以再接受我們的訪問 那今天 很感謝全部幫忙 大家關心一點 多謝 多謝 今天多謝趙教授 接受我們的訪問 那我們今天的訪問 先 再見 好 拜拜 拜拜 那好了 阿雙記得回來 再說 多兩句 那今天 大家看到我們有一個很原始的方法做訪問 希望 很少女的方法 應該這麼說 少女的意思在那裡抄回來 那希望 辛苦探仔 一輩子 手臂 三幾分鐘拿著電話 看得夠廣正 有料理 我現在手臂的肌肉有點酸 我就做不到了 我就做不到了 那希望 我們的基件 就盡快解決這些問題 就不用那麼辛苦去做這個訪問 雖然那個 sound quality 都未如理想 但是 至少聽得清楚 至少聽得清楚 聽得清楚 聽得清楚 我都知道 那 anyway 今天的節目時間 就這樣 那 就 就這樣吧 有沒有其他話說 沒有啦 等一下 國立大台再見 對啦 這是重溫 哈哈哈哈 一樣啦 都可以聽完這個 就繼續 拜拜